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規律局的珠寶3D設計教學頻道 十分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不過這邊還是讓我們花一點點的時間做個簡短的說明 首先我們有針對珠寶設計做出相應的環境設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話一定要點開我們每期影片的完整資訊 然後跟著我們設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環境設定 其他背景知識的影片也都會在這邊條列出來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再慢慢觀看 還有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做得不錯的話 麻煩一定要幫我們訂閱分享小鈴鐺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這一期的主題教學吧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圖騰實質 這次會先用曲線物件輔助 做出這種看起來像是扭轉構成的實質 接著再用錯字修改器完成表面的圖騰紋路裝飾 一開始先添加曲線入鏡來當作實質的變形參考物件 編輯模式中刪除後面的兩個點 再從這個點往Y軸擠出兩次 每次擠出的距離是1公里 等一下就是靠這條曲線做成實質結構 那曲線的尺寸調整直接在物體模式就好 接著在右視圖添加一個平面 對齊視圖以後把立軸縮小0.5倍變成長方形 記得套用旋轉與縮放 進入編輯模式按X3除選頸面 然後全選細分成8個頂點 複製一次把複製的部分往X軸位移10 再到右視圖轉90度 複製第二次這次位移的距離是20 接著添加細分表面修改器 用Bridge把loop橋接起來 那橋接的時候要注意一下接法 右側的這兩個頂點是要接到上面這兩個頂點 這樣才會有明顯的扭轉效果 記得是這裡到這裡 後面一段也是一樣用Bridge橋接 這次是從上面的兩個點接到左側的兩個點 像這樣從上面再接到左側 像這樣從上面再接到左側 然後順手Shift N 確認發現方向沒問題 接著添加曲線修改器 目標是剛剛的曲線路徑 開啟曲線修改器的效果顯示 調整出自己想要的造型設計 如果要放大X軸的話 記得把樞紐點改一下 以對其世界X坐標0的點 去當樞紐點放大 不對稱的部分 不對稱的部分則是回頭去調整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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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SX-1就好了 接著把兩側封口 用內牽面增加 Loop 定型 再把四個角度邊和兩側都做成硬邊 接著加上第二個細分表面修改器 進一步增加物件的面數 然後把整體的邊線皺褶降低 做出倒角的效果 再來是用錯字修改器做表面圖騰 記得座標一定要改成 UV 然後這次一樣是用內建的紋理圖片 這次選這個木頭的紋理 把樣式改成輪環 用色彩鍵變調整線條的銳利度 然後因為這個物件還沒拆過 UV 所以目前沒有效果 記得到編輯模式全選 按 U 用智慧 UV 投影才解一次 UV 這樣錯字的效果就會出來了 接著我們連曲線一起選取 用 AUTO D 複製出連結副本 再做出三個軸向的反向計算 接著我們連曲線一起選取 用 AUTO D 複製出連結副本 再做出三個軸向的反向計算 可以視覺化的同步調整物件 接著要把這邊加長 不過加長前記得先取消 連結副本的狀態 然後以中間的點為樞紐點 在 X 軸放達 1.5 倍 然後我希望表面紋路稍微不一致 所以我們再選一次剛剛加長的部分 用智慧 UV 投影再拆一次 UV 這樣就可以做出不一致的表面紋理 喔 現在才發現扭轉沒有延續感 那我們把這部分 Y 軸的縮放比 重複 1 改回 1 讓扭轉的變形有延續感 接著是材質的部分 這次用第二種的白K金 這次的 HDRI 是這張 比對相乘的力量是 1 接著來看 Render 的結果 OK Render 的結果還不錯 大家也趕快跟著影片 加入 Blender 珠寶 3D 設計的行列吧 那我們這次的教學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們訂閱分享小鈴鐺 如果覺得 Blender 很棒的話 可以訂閱 Blender Cloud 既支持 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資源 讓自己的功力大增喔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教學再見 掰掰 遊戲 我們生日快樂 找生日快樂 我們訂賞 一等一半 最後一半 回來了 再點消耗